古天乐帅得很特别,当然,他爸爸也一样,一样的发型,你觉得谁更帅? 霍峰和霍尊父子两人是不是发差有点大,一个是满脸胡子的大汉,一个是温柔斯文的笑声,唱着卷珠莲的霍尊珍,是看不出一点霍峰的影子。 杜氏国杜淳父子,杜淳1981年,出生于河北宝定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,曾在舍年春晚,与徐婉婷一同献唱《我的歌声》里。 之前父子俩还参加了一档明星真人互动综艺节目《旋风笑子》,被网友称为尴尬父子,他们的关系被看作是典型的中国式父子关系,两人六天五夜相处的开端更是时常陷入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。 王天林和王晶,香港大导演王晶,大家可能不知道,他的父亲六十年穿越娱乐圈风风雨雨,可谓是大娱乐家,很多年轻一代可能没看过他的电影,但你肯定听说过他兼制的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,《万水尖山纵士琴》,《楚留香》。 杨立心他在正阳门下,里面是演杨书籍的,他出道很多年,并且有很多优秀作品的人,没有任何的绯闻,特别的低调,他的儿子是杨乐,他其实长得特别像爸爸,之前上演员的诞生,杨立心还到场给杨乐加油,杨乐这几年也活跃在大屏幕上,但是也特别的低调,曾经出演过《大丈夫》,还有何以生肖默,陈宝国和儿子陈月墨, 看上去,似乎儿子没有父亲陈宝国长得帅,两个大大的眼睛更像他妈,据说,陈宝国本不想让儿子进入娱乐圈,但儿子却遗传了父母的演艺天赋,没办法,只好把儿子带了进来,从正者无敌,到智者无敌,再到老农民,为了培养儿子,陈宝国也是不遗余力啊。 张国立和张默,张国立作为娱乐圈的老戏骨,演技自立绝对没得说,还一步步地把儿子张默带进演艺圈,不过张默的演技确实是可圈可点,在多部影视剧中都有着很精彩的演出,但是就是做的事情太不对了。 刘丹饰演的黄日华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《红旗公》,这一角色至今仍被人们记住。 刘凯威自从转战内地后,出演过不少作品,刘凯威与杨幂的恋情,也让其人气增长不少,成龙和儿子房祖宁。 这一对就不多说了,地球人都知道,小编只想说一句,房祖宁既没有成龙长得帅,也没有成龙的演技,甚至连成龙的精神都没有。 哎,要想清出约兰而胜于兰恐怕是不可能了。 谢贤和谢霆锋,父子的颜值绝对能够爆表。 都是一流的行男和帅哥,谢霆锋在圈内也是能打,能演,能拼的代表,赵树海,赵又婷,赵树海参演单元剧《家家福》,参演连续剧《七侠五亿》,参演连续剧《大家有缘》。 赵又婷2009年主演电视剧《痞子英雄成名》,并凭借该剧获得第44届台湾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奖,年轻时的金爸爸简直就和现在的金城武一模一样,都有两道健眉,挺拔的鼻梁,雕刻般的纯线。 曾经见过金城武父亲的张小燕,一直猛夸金爸爸有魅力,老了还是有味道的绅士帅哥,陈冠希的颜值就是很高的那种啊,长相简直完美。 其实陈冠希的爸爸也是位非常帅气的大帅哥,而且是一位大富商。 陈冠希从小就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,可能造就了他桀摇不驯的性格。 胡哥同父亲坐在沙发上,一个正直壮年,一个以马头银发,面旁神似,却正经历各自不同的人生阶段,看了照片,网友惊呼,长得也太像了吧,把第一个看成胡哥的举手。脑补一下胡哥老了之后的样子。